福生祭 一大片的花海 不禁勾起了内心深处 那份对大自然的如母之情 心情呢 也变得轻松自在起来 这里或许可以说是 台北的最后一处净土 而我这个红尘的过客 希望能在此呢 吸取一生的尘埃 欢迎收看 今宵花月夜 作曲 李宗盛 心思真正依然我无希望 心是将一生幸福将出断山 心所爱人 已经美好暗 没哪儿看见别我 唱你帮 梦心看 没哪儿看 没哪儿看 你帮你帮 这一嘴定 这条路随便排行 也想要改變我而已 你人會知道 是一場讓人心疼 夢想我 會考無聲 你把美觀去主堂 這條路隨便不走 也想要改變我而已 你人會知道 是一場讓人心疼 這場讓人心疼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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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天 是君在生命 沒記君 青秋也照天 海遊 英文是相比 海暈淡幾米 明天 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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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活著真情 台詞 秋月間 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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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 月間 哎呦 阴暗声吐嘶 眉马带情 青夜 白梦白 伸诗 眉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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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紫黏黏 君一人 古大宵耕膀 没记君 千万贪百款 海洋 阴云彼此等 情依海西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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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穷其一生 希望追求功名利路 来丰富自己的生命 其实这么一来 反倒让生命失去了焦点 今天非常高兴在我们春秋茶室里 为您邀请到的这位 是这个可以说是远近知名中外人士 对他的评价的相当高的一位艺术家 吴玄山先生来了节目中 吴玄山先生您好您好 您是个农村子弟出生 所以您这个对艺术品 它的这个因为您独到的眼光 您好像也比较趋向 喜欢一些几乎是几百年几千年 一些复古很原始的东西 我对于童年的那种感情特别浓厚 因为小时候我在乡下 虽然我到台北来以后 我到过很多国家 比如说我留学在西班牙 然后到纽约做过研究 也将近七八年时间 但是对于这个现代文明的机械文明 我并没有那么好像 在情感上没有这么那么大嘎的感觉 总是有一个隔阂 总是对于泥土 对于很土的东西 特别有感情 那就是跟我童年成长 有相当大的关系 所以像童年 那时候所有的玩具都自己做 自己来 像小时候放风筝 那风筝就自己做 做到风筝以外 风筝在上面飞 那我们希望能够 在上面飞 你是不是能够涂上一点颜色 看起来在太阳底下 看起来颜色比较漂亮一点 就会涂一点颜色 所以这些小时候的这些东西 都会影响到我后来 我成长以后的创作的路子 像以前小时候 我们家屋子后面 有那个小火车 太平山林场的木材运到罗东 来做击散 所以这我们家的后面经过 所以小时候我最崇拜开火车的人 因为你知道那铁轨这么小 那我们有时候 小孩子跑到铁轨上去走 一下子就会掉下来 我就想说晚上那么晚 开火车人竟然能够把火车开在上面 而且都不会跑出去 死案了不起 小时候是很崇拜的开火车的人 但后来才知道自己很土 是是是 那么对这个艺术这些东西 不管是雕缩品 或是这个艺术的方向 跟您作画这些 那刚才说您可能会不会影响您子女 那您又是受谁的影响 影响比较大的像我父亲 像我父亲他小时候我们在农村长大的 那我父亲是一个很小的公务员 他常常讲一句话就是 男人要上马能武下马能文 下马能够写一点文章 上马能够打战这样 那就是文武双全 所以父亲他给我这个影响很大 那么特别他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想就是很多人讲过的 就是说把一艘船坐好 放在这个码头 停在那边让人家参观 并不是造船者的本意 造船者希望他造的船 能够乘风破浪 一个码头到一个码头 那他能够起地不咬 或者不被沉没 这样才是他所要造的这个船 那我们当然就是他所培养出来的船只 那希望我们出来就是能够到哪里去 都可以存活下来 所以现在我兄弟三个人 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尤其像我二哥大概一年也差不多 三分之道也在国外 也是做贸易 但是他也是倒置跑 所以我在想从小我父亲 非常的严格就是 你下课回家 比如说三点半下课 他说到你三点半 你如果四点钟回家 在路上多延迟了十分钟 他就要跟你计较 为什么慢了十分钟才回家 所以在小时候时间也好 工作也好 什么都是非常的这个严格 所以我们总觉得 父亲像斯巴达教育 所以以前是很不能体谅我父亲 后来我到非洲 或者去当兵 我去当兵我觉得很轻松 因为在家里真的是太苦了 所以当兵好像觉得很轻松 所以我总觉得是 父亲为什么会给我们那么苦的环境 有他的原因 所以现在我到非洲 有时候像沙漠 有时候整个夜不洗澡 就是当然没有水 所以我们用一点水 沾一个眼睛这样 这样就是洗脸 因为非洲很干燥 所以不会黏黏的 所以都没有洗澡 不觉得苦 虽然是苦但是有那种耐力 像沙漠 沙漠那种几乎没有水 那个绿洲苦得不得了 可是在沙漠里面的人 从来没有想说我要离开沙漠 他觉得还是很快乐的 留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怎么样去应付环境 那个小虫有时候躲到沙底下 三四公尺底下 就像一个屋子高的底下 到了晚上 咚咚咚爬爬爬上来 爬上来再把舌头伸出来 等那个露水下来这样 这样还要过下去 所以像这么不好的环境 他还就是要传宗接待 然后还要在沙漠里面游戏 晚上 趁着早上太阳还没出来 以前游戏玩 都呼呼再转下去 然后再这样也是过一天 所以那种生命力 会让你很感动 所以现在做的作品也好 感觉也好 都喜欢那种 原始的那种生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跟各位讲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但是他并不快乐 那么他也是希望寻找到一个快乐的泉源 后来经过高人指点 听说只要找到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跟他借一件衬衫来穿的话 从此快乐就会追随在你左右 那么这个富有的人他就寻找 终于找到一个非常快乐的人 他就想跟他借一件衬衫 后来这个快乐的人回答他说 借衬衫你看看我 我根本就没有穿衬衫 这个快乐衬衫的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的不安 有的时候并不是在乎要拥有些什么 如果能了解真正的放下的话 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所谓的满足的感觉 我给你这个故事